美国的霸权政策被看透了 美国不再是世界的标杆 华盛顿的大国竞争战略正面临死结 未来出路正被毒死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中央talk 过去的一年 俄乌局势和中美博弈 表面上看美国似乎大权在握 但只要我们往细处深究 许多细节却在透露出 美国的国际地位正不断下滑 许多国家已经不再愿意 跟随美国的口令而行动 俄罗斯媒体直接表示 美国已经不再是所谓的世界标杆了 俄新社网站最近刊登了一篇名为 《美国失去了它的主要武器》的文章 作者表示 美国并未意识到 自己对于其他国家的思想吸引力 正在急剧下降 对于某些地区的影响力 甚至丧失殆尽 同时这个作者还给出了相关的例证 指出土耳其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半数以上的国民认为 俄罗斯是友好国家 但是竟然有接近90%的受访者 将美国视为土耳其的敌人 从这里就能明显看出 美国不再被土耳其的民众信任了 由此可见 俄罗斯媒体的这位作者 唱衰美国并不是空穴来风 实际上早在去年6月 美国本土媒体就已经发表过一篇类似的文章 称美国不再是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 实事求是的说 美国的影响力的确是大不如充钱了 就拿拉美地区举例 美国将之世卫自家后院 对该地区的国家肆意索取 这就导致了拉美国家 对美国的不满和反感日益加剧 为霸权衰落埋下了伏笔 美国在拉美地区到底做了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华盛顿通过干涉内政 威逼利诱的方式 逼迫拉美国家服从美国的利益 美国在该地区推行的政策 违背了平等互利的原则 严重损害了拉美国家的利益 其实通过美国出台的很多合作政策 我们都能发现 美国政府所给出的经济援助也好 军事扶持也罢 往往都附在着许多政治条件 例如通胀缺点法案 打出降通胀的幌子 以损害欧洲工业为代价 帮扶美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或者是芯片法案 以遏制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为前提 实现降低制造成本 创造就业机会 以及加强供应链的目标 所以美国在拉美地区 实施的政策法案 让拉美国家对美国出现不同程度的反感 也不得不另寻出路 与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合作 就成为了他们一个更好的选择 但美国又不乐意了 将中国与拉美地区国家的合作 描述为谋求全球领导权的政治野心 然而事实却是 中国在同拉美国家合作的过程中 不仅为拉美地区带去更多的商业机会 还成为推动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 孰是孰非 一目了然 从以上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一直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 如今 拉美国家已经认识到美国的霸权政策 并且不愿再受其压榨了 都说人无信不利 国无信不信 美国不讲信用 唯利是图针对的又何止是拉美 还有中国 俄罗斯 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 什么是美式霸权主义 也因此呢 就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不再将美国视为所谓的世界灯塔 世界灯塔不亮了 然而美国显然自己没有意识到 或者是拒绝承认这一事实 反而一味的最新于大国竞争 忽略其最根本的问题 美国对霸权的执着 已经成为了一个死结 最终只会堵死他自己的路 好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各位网友有评论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 各位网友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